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些地方都有不可想象的天园 叶凡没有想到 龙穴中的人形红毛生物亦有无量价值 很有可能运有一枚不死神丹 祈福的人也来了 不久后 一些熟悉的身影映入眼帘 包括摇光圣子 摇池圣女等 两年多未见 这些人都有了长足的进步 他眸光闪动 王腾都来了 一辆金色的古战车光滑冲销 王腾立于上方 如天地一样横空而过 龙凤和鸣 白虎月天 玄规拓海 极其绚烂 不久前 有人见到秦岭中的一些老师 发生了异动 推测龙穴中的存在该出现了 每当龙穴异动 划鲜池必然会一现 这是一次天缘 引动中周风云 可以料想 近期秦岭必会出现各路强者 就离神朝 准备最充足 那位月灵公主 早已来了两年多了 不光为久秘啊 秦岭有两处宝地 以为华仙池另一处为千古龙穴 世间有传言 得其一便可正道 华仙池不必说了 连清帝都诞生在当中 那样的经验人物 自古至今有几个呢 足以说明一切了 秦岭龙穴 不说是中州最强龙穴也差不多了 不然 怎会有远古皇主等静香来葬 此地 就是因为有传说 可成师解先 才致使地下多古灵 一切都因那个千古龙穴而起 所有人都想葬进去 希望有朝一日可成师先 长存人世间 永恒不朽 第三代元天师 元树夺天地造化算尽一切 古今无人可寻秦岭龙穴 却被他定住葬身载当中 这么多年过去了 足足七万载岁月 即便是一根杂草放在里面 也早已通灵了 就不要说一句歧师了 并老人推测 这句元天师的遗体吞吐月光 吐纳秦陵祖气 被龙穴滋养 早已成为了长生肉 内蕴续命精华 有光就有暗 有阳就有阴 有生就有死 分明是一句远古奇诗 但是 却饱受日月与龙穴的进软 有了长生的奥秘 早有大仙想到 第三代元天师体内结出了神丹 就如同太阴中抱一点羊一样 他吐纳日经月华 凝结出一枚羊丹 以七万载岁月娇羞 天知道神效有多么强烈 一些古弦推测 但为一颗人史仙丹 异于人体吸收 这是一枚无比吸针 无法估量的仙药 根本就没有价值可标注 生死人肉白骨是小 他更大的妙处是 有正道的契机 叶凡了解这一切后 忍不住折舌 人形红毛生物 本让他厌恶 代表了不祥 可如今看来 内运无上仙真 秦岭千古龙穴 果然堪比华龙池 都有不识吸针 得其依旧可正道 看来并非虚言 他怦然心动 与其去找画龙池 不如从古灵入手 他得到了原天师的传承 在这方面有强大的优势 尤其是 第三代原天师的葬身之学 一定会遵从 原天书的观察地势法门 若是详细推理 定可发现蛛丝马迹 秦岭 内服有一条千古大龙 自然也有梦幻及神髓 不是在画仙池 就是在龙穴中 这又是一则惊人的消息 千古大龙 他所生出的宝髓 那肯定是顶级神物 若是化成了生灵 堪比不死神药 世间一直有传说 称真实存在的梦幻及神髓 有了自己的生命 很可能非常强大 但却是无人见过 我感觉 这一次秦岭要出京市的东西了 说不定光梦幻及龙髓 就足以让五大鱼沸腾 病老人却摇头 我却不这样认为 恐怕会出大乱子 这么多年过去了 梦幻及龙髓 就是化成一尊圣灵 都不足为奇了 什么 可与大地争锋的远古圣灵 叶凡大吃一惊 若是真有这种东西 这次来多少人都要死 远远的就有人喊 李黑水来也 叶凡见到李黑水江淮人 柳寇 吴中天 而今实力提升了一大截 上一次 李黑水被人羞辱 尽管叶凡事后为其报仇 将那些人都给杀了 但是他依然受了刺激 两年多来拼命苦修 叶凡江户到古叉树的棺材板都给了磅礴 让人送了一块给李黑水 果然是发挥了大作用 秦岭中 巨山巍峨 老树如囚 许多古墓都有山岳那么高 繁茂无比 这是一片充满生机的古地 方圆百万里 对于中洲来说不过是弹丸之地 但是真实地域却大到无边 比之星空另一端的地球 也不知道大了多少倍 太广袤了 这条千古大龙浮于地下 根本难以找到 叶凡终于知晓 他与袁天师还有多大的差距 督卫方可定住真龙骨穴 而他却连门都寻觅不到 是他 并老人神情一致 正正地看着前方 古墓摇曳 前方有一个大壶波光麟麟 碧波万晴 给人以浩大于壮阔的感觉 在大湖畔有一个男子 不过二十余岁 神武破人 但却面无表情 披头散发 如一尊画师一样站在那里 岁月催人老 故人埋黄土 一带天骄也挡不住 但他终是避过了 来到了这个世上 此时 他们站在山栏上 距离那座大湖 还有十几里 并不担心被发掘 你在说他 中皇 一带人杰像与飞 十九岁就力压天下各路雄主 为那时中州最年轻的皇主 一夜凡一阵悚然 并老人到底什么来头 这种口气有些不对劲 他活了多么大的年岁了呀 中皇是谁 九千年前的人雄 惊艳古今 虽然在当时复活了 但是见过的并不多 并老人怎么这样说话呢 你多想了 这个世上 谁能活上九千岁呀 并老人 哑然失笑 摇了摇头 我见过他的生平记载 故有些感叹而已 你老真吓了我一跳 当年中州人杰地灵 出了几个了不得的人物 可惜可叹了 除去一个项与飞 被骑士服血藏外 其他人都归于尘埃中了 还有可与项与飞并论的人物吗 叶凡吃惊 这等人杰出现一个 就足以载入实测了 还有一个 惊艳古今呢 可惜一条路走下去 永不回头 终究是抵不住岁月 那个人是谁啊 盖久忧 病老人只吐出了三个字 脸上出现了一丝落寞 一闪而逝 是他 叶凡一下子想起来了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盖世人物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盖世人物 这是一个了不得的盖世人物